在這裡 我要跟大家說 我能夠領導這個國家 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 謝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我不會忘記對你們的承諾 我還有四年的時間 我一定會留下一個更好的國家給你們 只有你們今天最大的呼喊聲 尖叫聲 我們一起來高手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還有我們的陳建仁副總統 這一次的選舉結果 是台灣人民的聲音 是民主的聲音 全世界都聽到了 我相信對岸也聽到了 我要呼籲對岸 正是這一次台灣人民的選擇 兩岸雙方都有責任 致力於確保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 我也要誠懇地呼籲北京當局 和平 對等 民主 對話 這八個字 是兩岸重要的啟動良性互動 長久穩定發展的關鍵 也是這樣才能夠使得 兩岸人民能夠拉近距離 互惠互利的唯一途徑 大家說對不對 我們會積極在國際上參與 讓台灣在印太地區裡 成為一個不可迫切的力量 台灣是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成員 我們跟其他志同道合的夥伴 有相同的價值觀 面臨同樣的挑戰 未來台灣將會持續地參與合作 包括我們的新南向政策的推動 不論在教育文化 醫療 衛生 科技 科學技術 所有有助於提升印太地區人民福祉的 所有的事情 我們都願意努力 願意提供協助 台灣是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可靠夥伴 我們也將會持續地強化這方面的努力 台灣在國際社會上 確實面對中國的種種打壓 但今天選舉的結果 正向世界展示的是 台灣是一個成熟 而且致力於自由跟人權的國家 在下一個階段 台灣會持續和所有相近的夥伴緊密合作 謝謝